康熙给人提字,第一个字就写错,身边小官一张开手,康熙就笑了。 读书官时,谈古论金,传承人文,守望正义,欢迎来到吹牛的星星吹历史。 清朝可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历史,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。 清朝有一位皇帝特别厉害,指点江山,满腹金轮,他就是康熙,历史上对于康熙帝的评价非常之高。 康熙一生征战,致力于扩大清朝版图,并且历经图治,清朝的经济开始繁荣。 从一个皇帝对国家的贡献来说,康熙应该说是清朝之罪,然而人无完人。 康熙也有过打去饭魂的时候,我们都知道杭州有一座灵隐寺,这是江南最昭明的古刹之一。 距今已经有一八零零年的历史,很多人去灵隐寺参观的时候,都会发现灵隐寺有一块牌匾,叫云林禅寺,这是怎么回事儿呢? 康熙二十八年,康熙南巡路过杭州,因为灵隐寺是历史上就出名的寺院,所以康熙就带人去参观。 当时灵隐寺的住持,看康熙玩得很高兴,就请他给灵隐寺写一块遍。 康熙也是书画大将,自然也想露一手,可惜当时喝了点酒,下笔不稳,写繁体字。 零点四的零字的时候,抬手就把语字头给写大了,直接占了一半,下面的字根本写不完。 当时康熙就面露难色,身为书法大家,提笔写错,还是很丢人的,但是要是开口换一张纸,那可是更丢人。 当时康熙身边有一小官,趁换墨之计,在手掌心里写了云林二字,给康熙看,康熙点点头,就顺势提了云林禅寺。 古时不比现在,康熙若是恼羞成怒,可不知道要连累多少人,正所谓天子一怒,流血飘露,幸亏康熙身边的小官出手结围,不然保不齐,要杀几个人,这小官正是高士奇,为人最会察言观色,深得康熙宠爱,也可以说是个奇人了。 好了,本期吹牛的星星吹历史就到这里,以史为鉴,可以知星期,我们下期。